台東縣沒有水庫 農田灌溉用水主要來自 北南溪以及陸野溪 但現在進入冬天枯水期 水量明顯減少 農民說今年二期到坐 就已發現水量嚴重不足 擔心明年可能會沒有水可以灌溉 農民表示台東中古地區 農地灌溉水源 主要依賴北南溪與陸野溪 但由於沒有颱風 導致降雨量不足 灌溉水量逐漸減少 許多下游農地根本分不到水 而農田水利署台東管理處也表示 關山池上地區灌溉水源減少了四成 如果再繼續缺水明年波中期 可能會採用輪灌措施 如果真正還在持續缺水 那我們就是就是開發另外的開發水 開發地下水 或者是抽一些比較 浮流水比較豐沛的地區 我們來把它抽水上來 農田水利署表示 明年河川水量還無法預估 但會緊盯水勤 一旦水量再減少 不排除公告鼓勵農民修耕 原始新聞文章 在台東關山才有報導